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呢 就是这个满月的讯息 这次满月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呢 这次的满月是在金牛座 而且这一次的满月伴随着月时 所以这次的满月是比较特别的 那么每一次的月时 其实它都会伴随着另外一次的日时 所以在下一次呢 日时会发生在12月4号的时候 那我们这次的满月其实是 看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啦 有一些可能是昨天 有一些可能是今天 那么不管如何 就是你现在找到这个影片的话 它可能就有一些讯息要给你们 那我们今天有四组 一二三四 你们可以慢慢的选 那你们在选的同时呢 我就会讲一下关于心象的东西 OK 因为我现在在想说 第一个 如果长期看我的影片就知道呢 我是一个很需要变化的人 就一直做一样的东西 我就会开始有点无聊 那么 我可能会开始加一些星座的东西 可能一些星座的影片啊 或者是来回答大家一些星座的问题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然后呢 我可能可以比如说一周 或每两周做一次 就是把大家的一些问题 做成集成一个Q&A 然后呢 一次做回答 OK 在一个影片里面这样子 那么 这一次呢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 Aviv呢 他 写了一个关于 因为上一次有一次做的影片 是在讲 电话好像 然后呢 他问说 如果他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我没有写下来 不过我那个还没有回 我把他打勾起来了 但还没有回 因为那个要回 哇塞 我要打字要打的可多了 所以呢 我刚好就想说 今天可以来做一个回答 第一个 他好像是问说 如果他的太阳月亮跟金星 还是太阳月亮跟火星 我忘记他是说金星还火星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是金星 但反正金星火星差不多 OK 只是火星更强 更更凶猛一点 金星比较和缓 比较平和一点 不过他说他的太阳金星 太阳金星跟月亮都在射手 然后呢 都落在了第六宫 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这个意思呢 你是一个处女座特质 很强的射手座 因为他说他的太阳月亮 金星都在射手 然后都落在了第六宫 那么你就是一个处女座 特质非常强的一个射手座 第六宫代表的是工位 什么工位 工作的这个方面 还有健康的部分 那我们也都知道处女座 他就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 OK 追求完美 然后他也是善于分析 而且他非常喜欢服务 那射手呢 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 所以这个Viv 他的日月金在射手在六宫的话 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服务人家 OK 然后当然也会非常注重健康 这些部分 但是他是很free的 他有一个音乐社的手座 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理念 他希望可以达到一个 很崇高的一个境界 但是他是会去把它用 这种服务的方式或形式出来 我觉得与其他希望做那种高阶主管 其实他这一种日月金射手 然后落在六宫的话 其实会更喜欢去做那种 不是说你要基层 但是你喜欢可以直接去服务 然后去做service的这个东西 你更喜欢做别人的下属 不见得说我特别喜欢 有非常多的这种责任 要扛在自己身上 因为射手座还是比较喜欢自由的 所以你服务 就是你工作归工作 可是你需要很多很多的 自由的部分 然后 而且你工作多了以后 你也会希望要去做一些旅游 什么这样子的 然后呢 六宫有个特质 日月金 尤其日月金或日月火在六宫的话呢 会非常的喜欢工作 工作就是你获得成就的来源 而且你热爱工作 有一点 几乎有一点工作狂的部分 不过射手座还是会比较 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调节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你工作之余 非常非常努力工作 但玩的时候你也会很惊心 或者是你会让你的工作变得很有趣 应该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你把你的工作变得非常的有趣 然后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其实你会喜欢 就是你蛮幽默的啦 然后你行动力也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你又可以 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变化 所以作为一个下属 有你这样子的下属 其实你的老板应该就是还蛮开心的 不过你需要很多很多自由空间 所以如果一直打压 你一直追着你说 你现在坐到哪里啊 坐到哪里 你就会觉得有点烦 因为你自己会追进度 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可以再看一些细节的部分 或者你也可能 精心在六宫也有很可能 比较容易会有职场上面的恋情 然后还有健康精心 你也会非常照顾自己的身体 但是呢 也许你会特别的喜欢甜食的部分 也有可能 你看 好 大概是这样 那当然还可以一支不停的讲下去 不过时间有限 大家也不想要只要听日月经在射手在六宫 OK 那我接下来想要讲的是金牛做这一次的金牛满月 金牛满月 然后伴随着这一次的这个Eclipse 就是月时的部分 所以呢 它蛮特别的是 它落在每一个宫位 它会对你们有带来 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它的强度呢 会是 就是可能会影响你未来三到六个月 甚至一到两年左右 OK 那么 所以它落在不同的宫位 有不同的意思 那 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升星座的话 我觉得你的宫位会是更准确的 因为宫位是根据你的上升来看 但是当然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 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些大众的运势 其实 是OK啦 准确度OK 但是还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常常 因为我上一座 我听我上一座 我完全就是 有一些是OK 但有一些就是 没有特别有感 主要是因为 我上升是巨蟹 但是我的巨蟹座不是 因为它每个宫位 它落的位置不太一样 其实我的巨蟹已经 我的上升巨蟹 已经快要接近到巨蟹的尾身了 它非常 差几度就到狮子座 所以我虽然在上升 是巨蟹 可是是非常非常靠近狮子座 所以如果我在听 狮子座的运势 其实会更接近 我的一些状态 或行运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 行星的落在的宫位 比较不太一样 那当然如果你不太知道 你的确切时间啊 或者你的上升啊 什么的话 当然你就听太阳星座 也是OK的 只是就是 不见得一定会 很 match到 好 那么我先讲 你们自己参考一下 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升的话 那就 你会觉得 感到可能会觉得 哦 更准确一点 太阳也可以参考 OK 或你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上升 只能参考你的太阳 好 如果你是 这个 牡羊座的话 如果你是牡羊座 这一次的这个 金牛满月呢 其实它会落在你的二宫 OK 它会落在你的二宫 所以呢 你会特别感到的一些变化 就是关于金钱部分 而且是你自身本身的金钱 你可能会突然有 很多的赚钱机会啦 或者会有 和资源的部分 你突然有比较多的 这种丰富的资源啦 OK 可以去做一些运用啊 这样子 所以这是 落在二宫 这一次的这个 满月 金牛满月的部分 那么 如果你的 你是金牛座的话 那么 那么 这一次的金牛满 金牛满月 其实就是落在你的 本命功位 本命功位是什么呢 你就会特别改变的地方 你可能会 比较有自信一点 或者是你突然就会想 你会变得非常有魅力 OK 大家会容易看见你 然后 你会特别想要去 对你自己本身 OK 不管你的行为啦 你的外貌啦 等等 去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OK 好 那么 如果你是双子座的话 OK 你是双子座的话 那么 这一次的金牛满月 就会落在你的 第 十二宫 OK 落在你的第十二宫 也就表示说 你会感受到的一个 变化呢 OK 是在 是潜意识 是无意识的 OK 十二宫是代表神秘的东西 玄学区 所以或者你会可能会很去 特别想要接触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啦 或者你的潜意识 你会突然开始意识到一些 你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 然后或者你会想要去学习一些 玄学啊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身心灵的这个部分 OK 如果你是巨蟹座的话 OK 双子巨蟹 如果你是巨蟹座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金牛满月 会落在你的十一宫 你的十一宫的话呢 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部分呢 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中 尤其是在你的这种团体 OK 团体 这个团体可以是很庞大的团体 比如说像社会啊 OK 你的社会 不是说你的社会地位 但是就是你身为社会 社会的一份子 你会特别想要 它也是一个公益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公益呀 或者是说 你想要去 特别想要帮助别人啊 或者呢 它也是朋友的公位 所以呢 你会对你的朋友 特别 在朋友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或者是 你特别想要去交际 OK 有一个 有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开始去 做一些删除 有没有 这个朋友不OK了 我要去掉他 这个我要交新的朋友 就是一些跟朋友有关 团体有关 公益有关的部分 你会想要去 开始做一些变化 那么 如果你是这个狮子座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金牛满月呢 是会落在你的第十宫 第十宫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部分呢 它其实 它 石宫是你的长官 还有你的事业的部分 所以你在你的 你可能最近的事业运 非常的旺 而且特别容易被人家看见 然后呢 民生啊 如果你是做政治啊 什么的 这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你开始想要 maybe想要去 想要被人家看见 然后 特别有长官员 长辈员 还有这个事业运就是很好 你可能有接连不断的 这种事业邀约啊 人家就觉得 哇你好棒啊 好想跟你合作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领袖的部分 领导的能力 也会增强 OK 那么如果呢 你是狮子 我们下一个 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话呢 你的这个 这次的金六满月 就会落在你的九宫 九宫是什么呢 是旅游的部分 而且是长途旅游 你会特别想要去 去做一个长途的旅游 如果可以的话 现在当然是COVID啦 但是很多地方 现在是可以的啊 对吧 好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长途旅 你的长途旅游运还不错 旅游运的这个部分还不错 然后呢 九宫也代表的是 高学历的部分 所以呢 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部分 学运 是非常好的 OK 不能说是考试运啦 但是它就是 你会特别想要去学习一些东西啦 学习一些技能啦 或者是你想要去考一些什么证照啦 制照啊 高等教育研究 OK 这样子的东西 你会特别的有这种契机 然后这种的运呢 运势也是比较好 特别好的 还有就是关于哲学的部分 你会非常有理想 你突然就要报复这种 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 bigger picture 你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短 比如说短的一两年的计划 你可能会开始想要去做一个长远的这种计划 会是你最近的一个 就是这次静流满意会带给你的 那么处女座接下来呢 就是天秤座的部分 天秤座的话呢 你们的这个会落在你的地 八宫 OK 这是金流满意会落在你的八宫 八宫是什么呢 它也是那种神秘的部分 但是它是天蝎座掌管的宫位 它代表的就是他人的钱财 OK 他人的钱财 生与死 所以生与死是代表什么 不是说你 哇就是要 这种生死的东西 但是它会代表 带很多东西 你会 你在你这个各个方面 就是你最近在各个方面 你都会有一种想要 推成初心 或者那一种 浴火凤凰的那种感觉 这种旧的东西 我不要了 我要推 我要看 展现新的东西 我要布置新的东西 所以这可能是任何方面 因为其实第八宫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宫 它可以代表是任何任何的一个事情 所有的事情 然后包括 当然它特别掌管是遗产 他人的财产 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能特别有这种 获得别人的财产 别人会给你一笔钱 然后叫你去做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你就是 帮别人获利 然后因为你帮助他了 然后你自己也 也有这种 就获得一些好运的部分 就跟随伴来 可能人家就觉得你好棒 然后就跟你介绍更多个生意 所以可能事业运也会变好 或者是你可能会 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代表重生 所以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交往啦 你就发现这个人不OK 我要跟这个人断交 我要去学习新的东西 等等 这些各个方面 你都会有一种想要去 当然好的东西你会保留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就会开始想要去断开断掉 然后追新的东西 好 接下来是天蝎座的部分 那么这次的金牛满约会落在你的第七宫 第七宫代表合作合伙 还有这种夫妻关系 然后它也代表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这个部分 它可以代表任何的关系 可能是你所有的这种关系的部分 你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OK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夫妻宫 所以它有可能呢 你的 如果你现在是有配偶的话 OK 那么你的配偶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连带着你要去 做出一些变化去配合它了 OK 所以你的配偶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啊 或者是有一些变化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你们的合作的东西 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当然可能是好 也可能是坏 所以反而你会需要去做一些 就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产生 还有你所有的人际关系啊 或者任何种类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部分 然后家庭啊等等 好 那么接下来是射手座的部分 这一次呢 金牛满月它就会落在你的第六宫 第六宫 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作运的部分 它其实是奴仆宫 OK 然后呢 还有就是健康的宫位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健康呢 你们可能会开始想要做出一些改变 你可能饮食上面你想要改变 或者是说啊我现在想要 特别想要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 饮食改变啊 或想要减肥啦增肥啦 看你们现在的状况啊 就是你在你的健康上面 你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会做出一些变化 或者呢是这个奴仆宫 仆义宫的话 你可能会想要换新工作啦 或者是你 呃 呃 升迁比较是第十宫哦 第十宫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是 狮子座的部分 所以会有可能会有升迁的部分 那射手的话 它这个是 比较就是你可能工作环境 你会去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你的同事方面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OK或者你跟同事方面的相处啦 或者是同事可能会有一些 呃 如果你去新工作 那当然你的同事也会有所变化 或者是你的同事 呃 离开啦 呃 他们去别的地方 反正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 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OK 好 那么呃 射手座接下来就是 摩羯座的部分 摩羯座呢 这一次的金牛满园会落在你的 第五宫 第五宫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玩乐的宫位 还有它是代表子女宫 它也代表你的艺术的东西 任何跟才能有关的东西 才艺的部分 所以摩羯座会可能会特别想要去学一个什么才艺啦 或者是呃 你的才能的部分 你就会呃 你最近就是还蛮能够可以享受 呃 就relax OK 去去做一些玩乐的东西 或者是呃 赌博这个也都算了 就是特别想要去玩乐 放松一下 摩羯座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工作狂 所以这一次的金牛满月 反而你呢 会希望啊 我想要出去玩 我想要放松 我想要跟呃 你可能是跟朋友聚会啦 这个也算啦 就是反而任何跟玩乐有关的 你会特别想要去做这些方面的事情 呃 或者是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部分哦 你就会想说我要享受一下生活 或者还有就是你的子女的部分 如果你有子女的话 呃 你的子女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啊 需要你去特别的注意的部分哦 他可能呃 给你出一些疲漏啦 或者是他们做一些很棒的事情 然后你就觉得哇超骄傲的 这些都是有的 OK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水瓶座 如果你是水瓶座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个金六满月呢 他会落在你的呃 第四宫 OK 水瓶座的话 这次落在第四宫 所以你会跟家人 OK 会有一些 家人的这个呃 相处啊 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你可能会特别想要安定下来了 OK 呃 因为他也是跟家有关 想避风港 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搬家 你或者是你的家居里面 你会特别想要去重新布置 或者是呃 增添一些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去装修你的家里面 然后呃 我们刚才说的布置嘛 那也有可能就是会想要去买房 OK 呃 或者是跟房地产有关 还有他也代表安全感哦 所以你可能也会特别需要安全感 或者是说呃 特别没有安全感 right 特别没有安全感 所以需要安全感 或者你会开始知道安全感是什么 呃 怎么样子可以让你自己很有安全感 所以呃 这次的变化会在这个方面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跟家人相处的一些东西上面 最后呢 是双子 呃 双鱼双鱼 最后是双鱼的话 你的这一次的这一个呃 金流满月呢 会落在你的第三宫 OK 双鱼座这一次会金流满月落在三宫的话呢 三宫代表的是这个短程的旅行 呃 就可能比较国内啦 或者是这种就是在附近啦 OK 它也是这些跟交通有关的 然后它也代表的是这个沟通方面 OK 或者是语言方面 所以双鱼座最近可能会特别想要学一个语言 或者是呃 呃 学一个语言 或者是之前学的语言 又开始想要重新再温习一下 呃 或者是跟沟通方面 你会特别想要跟人家沟通 或者是说呃 沟通方面需要注意哦 有可能会不会沟通不良 或者是呃 记得要把情绪带开 那但是就会有很多很多需要跟跟各个多方面各种不同的人去沟通 还有代表是跟兄 呃 三公也是兄弟姐妹 所以你可能最近跟你的兄弟姐妹开始有比较频繁的联络啦 OK 呃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短期的旅行 你可能最近蛮会想要说 呃 我也想要去短期的去哪里放松一下旅行一下 呃 我看一下三公还有代表什么 呃 它也代表你的思考 所以你最近呢 可能开始思考的部分也会有一些些的变化 呃 呃 这些思考是比较 比较是这种常识型的 不是像九宫那一种高远高等的这种 什么研究啊什么 这种就是比较这种小的思维 呃 比较变通这种东西 因为它是双子座掌管的嘛 所以它就是要呃 呃 行为模式 呃 思考模式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啦 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这个就是这次金流满月呢 会带给每一个不同的星座呢 的一些变化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讲解这一次金流满月要给你们的一个讯息哦 如果你们呢选择好的话呢 可以看下面的这个description box 我会把时间轴写在下面 然后呢 嗯 还有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那么 呃 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么老半天 你们还没有选择好的话呢 你可以先暂停影片哦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从第一组开始讲咯 好 这一次 你如果选择的是一号的话 你们抽到的这一 你们选择的牌是这一张 Building your world OK 它是Creation Expansion Networking 然后这一张呢 是Power Over Difficulty Reclaiming Your Power 所以这一次 哦 这两张刚好是连号 33跟32 呃 你们这一次的这个金流满月 呃 金流满月或者是 嗯 我先讲 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哦 一样还是没有时间限制 那 所以这次的满月的讯息呢 要告诉你的就是 呃 你们在哪一些地方呢 会有好运哦 这次 这个这两张牌 我刚刚抽的时候呢 是满月要带给你的好运 好运的部分是来自这个 Building your world 你可能想要开始建立你自己的这种王国啊 呃 不管它是呃 比如说你要开始建立你的人脉啦 或者是你要拓宽你的这种社交圈啦 或者是你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王国 你可能想要自己开公司 你可能想要呃 或者我觉得呃 你的家啊 right 你想要小屋换大屋啊 还有就是creation 你想要创造一些什么东西 ok 你想要打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世界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王国 这次会有呃 满月会带给你这一方面的好运哦 那另外这边 我觉得其实这两张牌是有连连结的 这边是reclaiming your power 所以你之前可能常常呢 是把这种能量是给别人的 就什么都让别人去做主 这一次你要你要开始终于为自己 呃 你要做自己的主人哦 你要为自己呃 呃 做主 ok 你就不再把这种呃 主权 ok 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去交给别人了 你要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这一次呢 你终于可以为自己发声 为自己呃 这种 讲话啊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呢 会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哦 我们猜塔罗牌会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这次的满月塔罗牌要给你的建议是 哦 ok 哇 你看哦 它跳了三张牌出来 I'm just gonna take it 第一张是Ace of Swords 宝剑一 呵呵 圣杯二 以及 这个World世界牌 刚刚这边有没有 你看两张都是在讲的World 所以哦 呃 而且这个刚好一个一号牌一个最后一张牌 二十一号 它是 Beginning 它可以是最后一张牌 但它也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这边你看 Ace of Swords 我觉得跟这个Power of Difficulty也是一样 你会把 很多的这种之前的一些困难啊 呃 之前受过的一些不好的这种对待啦 或者whatever 你的任何的这种挑战啊 你会开始想要去去把这种主权拉回来嘛 所以我觉得你的开始你会看得很清楚 我给你的一些建议是Ace of Swords 主权拉回来嘛 但是同样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像建议更 其实我觉得比较像 附生这个上面抽到的牌 你会打造一个你自己的世界 right 然后呢 很多事情我觉得会非常的圆满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Oh The World代表结束 它解牌的时候把世界牌解释 结束 但是我通常看到世界牌 其实我会觉得是完美 圆满的意思 OK 所以我觉得一号牌组 其实你们这一次的这一支满月呢 我觉得会带给你非常多 很多东西是很有很圆满的 也许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但是我觉得会 就是你会很高兴很满足 是一个你好像拿到全世界那种感觉 还有这边我们刚刚讲的Networking 这个也是一样去拓展你的人脉啦 去跟各个人交往啦 因为这个World 我通常也会跟World Wide Web有关 right WWW就是你知道Internet 去这种交际啊 跟各个把你的触角 伸展到各世界各个地方啊 或者这张牌 我觉得也有是去旅游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也许你非常适合 就是这次如果可以的话 未来三到六个月 你可以去旅行 它可以拓展你的这种想法 这边因为Ace of Swords 也是在关于你的想法的部分 你应该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眼界 要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看很多东西 新的带人处事的方式 然后你可能这张牌 也是要突破的意思 你要去突破你自己 不要再待在你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了 OK 要去突破 所以如果你非常害怕做某一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开始要去做这张事情 甚至我觉得你可以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OK 或者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旅游过 你可以试试看 我一个人出去旅游 但这边当然也有圣杯二啦 圣杯二的话 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去找一个很好的闺蜜啦 或者很好的兄弟啊 或者是跟你很好的一个一起 那这边也有这种我觉得和谐的这种这种部分 我觉得一切都会是非常美好的 一切都会是非常的和谐的 互相的 互相帮助你 帮助我 我帮助你 不是 因为我觉得一旦这边 reclean your power 一旦你开始爱自己以后 别人也会知道 哦 我也不可以再用那种比较 因为你都不爱惜你自己 我为什么要爱惜你自己 right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sense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当你觉得我非常重要 我非常珍贵的时候 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 我觉得这是有这样子的 还有就是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人想要来跟你一起做一些合作 OK 所以你拓展人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开始有一些新的合伙关系啊 新的同事关系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 这一次 这次金流满月呢 要给你的一个讯息是这个样子 还有就是我觉得以和为贵 如果真的要讲一些建议的话 以和为贵 你突破归突破 突破你的这些舒适圈啊等等的 但是呢 一切还是以和为贵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最后最后最后 如果你们现在是在关系中 我觉得 更有很多可能是你们的关系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 而且呢 这边 Building your world 我甚至觉得可能你要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家庭 你的一个家属于你的避风港 这边也有这个world 所以 我觉得如果是已经有伴侣的话呢 你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可能性很大的突破 那么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的话呢 我觉得 也许 你之前 因为这边在讲 你要转一个思维 所以如果之前你会觉得 单身就这样吧 反正可能那什么 你可能最近会转一些思维 会觉得 也许两个人也不错 然后因为你转了你的思维 你就会比较容易去遇到你的 这个 喜欢你的人 而且跟你有心灵相通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而且这个对象 我觉得比较是跟国外有连接的人 他可能是外国人啦 或者是他在外国长大啦 或者是他就是真的是 你 身处外国 所以你们可能是长远距离的 所以你其实真的 我们刚才讲了 你可能很适合去走出你的国家 去别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这个桃花运 也会大大的提升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给一号拍做的一个解拍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你们抽到的两张牌是这个 Clarity OK Planning,Releasing,Illusion 以及Balance Stability,Standing,Firm 五号跟四十号的牌哦 这两张牌呢 第一个 这两张牌我在抽的时候呢 是跟 是 说说 这次的满月呢 会带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好运哦 所以你们的好运会是 比如说你的计划啦 OK 你的计划 还有一些你可能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哦 你会开始把它丢弃掉 你会开始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 实际的看法 实际的做法 你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边代表Clarity 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你的计划都是可以实行的 可以实现的 不是那种啊 飘 就那种 了无边际 然后飘渺的那种东西 No 你会 你会放脚踏实地 然后去实现一些这些东西哦 那 所以这是带给你的好运 另外这边是Balance 你也会开始 我们刚刚讲了嘛 Stability 稳稳的Standing Firm 站得稳稳的 站得很 很坚定哦 所以 我刚刚我们说的嘛 你不会丢弃 所以这两张牌是非常有趣的 我通常其实都只有抽一张牌 可是呢 刚刚的那个一号牌 也是两张牌是有对应到的 这两张牌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对应哦 后面 我在抽的时候 因为我把那个牌翻开来给你们看嘛 所以那两张牌其实也都 后面的其实也都是一样有对应的 我就觉得哇 好神奇哦 本来想说多给一些讯息 因为大众占卜嘛 结果后来其实牌都是类似的 所以 意思都是很接近 很相信 很相近的 好 这个Balance 我觉得它现在 我们刚刚讲 这边Release 不切实际 非常的实际 非常稳妥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觉得 太给你的好运也是 你会开始稳定的 你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实际 比较不会那种梦幻 OK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但是其实 说得多 可能做得少 Right 你现在呢 你会开始 当然 当然 做梦是OK的 因为这边代表了Balance 你还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Right 然后呢 但是你会把这个想法去实践 而且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会有一些 有计划的东西 不像之前可能不要 冲动啊 或者是说 没有想清楚 就先做一些东西 然后发现不可行 现在你会有非常有计划的 而且会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好 而且会稳稳的带给你 不管我觉得可能是 让你很有安全感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让你会非常的稳定 可能是个性变稳了 OK 可能是你的脚步变稳定了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的地位很稳了 或者是你的金钱的部分 也会变比较稳 这边是Balance 所以还有代表平衡的部分 你可能之前比较失衡 你可能比较偏向于某一个地方 像我们刚才说的 特别梦幻 或者是你又特别实际 你就完全没有梦幻的那个part 就你就没有做梦啊什么 可是你现在会去做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Balance 或者是你特别特别 没有安全感之前 但是你现在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做 有些安全感是 不是别人可以给的 是我自己要给自己的 或者是说 怎么样子可以做呢 可以让我或者让周遭 可以更稳或更有安全感一些 所以这是这一次的满月 带给你的一个好运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唐洛派要给你们 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哦 所以唐洛派要给 二号牌组一些 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我给二号牌组一些 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你们的牌一直飞一大堆出来 第一张 成章要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哦 好这次呢 塔罗派要给你们的建议呢 就是 我觉得成功是 就是你知道 尽在支持啦 这个权杖六 你会被人家看见 被人家看见 而且呢 做领袖的部分 或者是说 你应该要高调一点 因为这是给你的建议 你可能需要高调一点 你不要像以前 这样子躲躲藏藏的 躲躲藏藏的 你要 当然啦 这个伴随着一些东西 就是可能 责任啦 什么的 不过我觉得 这是有领袖的那种气息 OK 这是领袖 你会被人家看见 然后很多事情会公开化 OK 你可能之前 看不清楚的东西 它会开始变得 就瘫在阳光下的那种感觉 你会 原来是这个样子 刚刚跟这个 Clarity是一样的意思哦 还有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你这个 这张牌 它是凯旋归来嘛 所以是成功 Victory 什么 Victory 我突然想不想 就成功的这种意思 OK 保健时哦 一个阶段的结束 OK 还有就是 它这张牌 当然通常也代表一些 背叛啦 或者什么 可是它是 可以看到黎明 在远方的 Right 所以我觉得之前哦 你可能 因为这边是建议哦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 还不需要到一个放弃 绝望的一个地步 我觉得很多的这种 黑暗的时光哦 很快就要过去了 所以呢 你们要有信心 你们要相信 就是好的事情会发生哦 因为这边哦 你看这个 马上这一张保健时 后面接着就是的Four 而且是一张大牌 所以哦 你们的这个黑暗期 很快要过了 或者你这种 背后被人家插刀的这种 这种很可怕的一些 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啦 或者是你现在 目前的一些处境啊 上面啊 困难啊等等的 我觉得很快呢 这些黑暗期要过了 然后呢 会有曙光出现 因为后面这边就是的Four 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哦 这个新的开始 不是 也不是那么轻松啦 你是要必须要去 可能会需要 让你去冒一点险的 OK 因为你知道经过了这个 你看这个Four 刚好面对的是这张保健时 我觉得你会 吸取一些教训 之前学习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 它不能够 你吸取到了这些教训以后 但是不能够让你果足不前 你即使看到了这个东西 你可能你会 做最坏的打算 OK 你还是 因为你知道有可能 有这样子的一些 可能性嘛 做了一些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 你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 不要让这些东西 去阻止你往前 你还是要去踏出那一步 去冒一点点的险 因为呢 我们刚刚 我们常常说嘛 这种 high risk high return 风险高 其实有的时候 回馈也大 当然 你还是做好 最坏的一些打算 就是 你可以有一个 back up plan 不过我觉得 你的成功率是高的 因为这边是 全账六 所以呢 冒一点点险 吸取之前的教训 然后呢 这些黑暗的期 很快就会过去了 你会迎接来新的事情 这一次的这些满月呢 告诉你 你会有一个新的契机 新的开始 新的机会 需要你去冒一点点的险 OK 但是 只要记取你之前 曾经做过 就是 可能学习到了一些 一些 从错误中学习 应该讲 一步间的一定是什么教训 就是从错误中学习以后 然后 下一次 你能够做得更好 OK 这个就是给 二号牌组的一个节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 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 这个三号的话 你们的牌是这个 Hidden Knowledge 这张牌让我想到 那时候看到这张牌的时候 让我想到 很像女祭司的感觉 OK 因为它就是Hidden Knowledge 后面也是一个月亮 有没有 然后旁边是这样子 下面是这样一个女生 然后下面是 Akashic Records 还有Silent Understanding 默默的在 就是 就自己了解到的东西 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也不告诉别人 Akashic Records 就那个Akashic纪录嘛 所以可能跟这种过去 现在啊 未来啊 这些东西有关 一些因缘的东西 Right 还有这些Hidden Knowledge 我觉得 就像女祭司所讲的 很多东西是 就是很神秘的 你就不晓得 你可能就有一个感觉 所以这次 我抽这两张牌 其实是问是 请问我们这次的买 因为会带给你 什么样子的好运哦 所以我觉得你会 有一个感觉 或者是你会 被通知吧 被宇宙通知 或被宇宙赋予一些 知识 OK 这个东西是 只有特定的一些人 才能够了解 或者领悟到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次呢 你是你呢 你得到了 你学习到了 你领悟到了 OK 而且呢 你也知道 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抽到这个 你知道 OK 先讲这样 这张 Clarvoyance 你知道 就我刚刚在这个 前面三副 就一号跟二号牌 我就在跟他们说 这次的抽到的牌 它都有对应到 我本来是说 都抽几张这个牌 因为是大众占卜嘛 多一些讯息 看可能对应到不同的人 可是结果 它两张牌 都是有连结的 它其实是在讲 同一个讯息 所以 我想说 OK 好吧 所以我的牌 每一次 我现在用的牌 越来越少 是因为就是真的 它常常就是 类似的 讯息 好 Anyways 这边是Clarvoyance 它是代表什么 就是可以预看 预见 可以看见 这个看见 是那一种 别人看不见 但你看得见的那种 OK 所以就是类似我们讲的 通灵 可以看见的那一种 因为有那种是可以听到 它看不见 它可以听得到 或者是那种 Clairsentient OK 它是看不见 听不见 可是它可以感觉得到 比如说它的毛会竖起来 它鸡皮疙瘩会起来 什么这种 还有Clairs 有就反应六种 OK 所以这个Clairsentient 是代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见到 别人看不见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看到一些光啦 你可能真的看到一些形体啦 但别人看不见啦 或者是一些颜色啊 等等 这边是inspiration 下面写的 inspiration interpretation 还有trust 其实这张hidden 所以我觉得这两张牌 它就是一张 就合起来就是女祭司那张牌 我觉得不管你是Clairsentient 还是哪一种的状态 通灵的状态 我觉得这一张 这样两个combine 这次要给你带来的一个好运 满月要给你带来好运 真的就是一些 你是真的是独特 被独挑选出来的那一种 你可能特别的 直觉力特别变得特别的强 OK 或者真的你就是可以感受到 你可以先遇见一些东西 当然这边还有讲的是一些灵感啊 OK 灵感的部分 还有这边写的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代表是 interpret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interpretation也代表翻译 OK 卡跟translation的差别是 interpretation是你要先去理解以后 你把你理解的东西去翻译出来 有的时候翻译是直译嘛 但是interpretation是你去翻译你了解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都是翻译的意思 但是有一点点些微上面的差别 所以这边是interpretate 然后还有这个是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次 满月给你们带来的好运呢 就是你会 你会开始学习相信一些 这种神秘的能量 你可能当然你现在来看这个影片 你就是可能有一点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就是好奇 进来看一看的 他不见得真的相信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满月 你可能会开始相信一些神奇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东西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它就发生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有那种无神论者啊 或者是完全不相信的这种 他觉得都是巧合啦 这就是你 哎呀这都是这样 你爱怎么样子去斗 你就这样子去斗啊 反正都可以说得通嘛 就是看你要这样子解 你就可以这样说 可是有的时候有些东西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有些东西是 当然你要硬讲 你要硬说 哦他就是一个巧合啦 当然也可以这样 不相信的人就是不相信 但是我像我之前 我怎么样子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就觉得是当然 就一个事情 他就会接着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带你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相信 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 事情的发生都有他自己的原因 但是你知道 我最近看一个电影 他也非常有趣 因为我每次都是在讲 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 事情发生都是有一个原因 但是他那个电影里面讲 讲了他的另外一面 我没有想过这样 他也讲说 他说 and things don't happen for a reason 而 所以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原因 而所有的事情他没有发生 也有他的原因 所以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 我觉得 你会开始去相信一些事情 开始觉得 可能真的是 有一些神秘的事情 OK 生命的能量 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新的领悟 那你这个领悟 真的就是你只能跟自己讲 或者是 真的跟一些 跟你这种 很接近磁场的这种 就跟你有 真的 对对对我也有这样子的那个 因为 到处去跟人家说这个 有的时候也会被人家想说 神经病 或者那种 怪力乱神 但是 所以这个真的 silent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自己就知道了 默默知道了 OK 你可能也不太会去跟人家说 尤其如果你之前是不相信的的话 你现在也只能就 你知道 领悟 默默的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好运 好运是什么 就真的是 你开始了解到一些事情 还有就我们刚才说的直觉力很强 所以它就可以运用在任何的东西上面 你可能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就开始有一些感应 OK 这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要给你们 看一下塔罗有些什么样的建议要给你们 第一个是judgment的逆位 建议哦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选战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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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圣杯四 全权七 这边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这有点像女祭司 然后有一些神秘的力量 然后还有你可能会遇见一些东西 我觉得很多的选到三号啊 他这边是给你的建议 所以有一些选择三号 他会说 sorry我要讲这种话 OK 你可能就像屁咧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不可能 然后可能会半信半疑啦 或在心里面其实就是那种 抗拒 OK 抗拒的那种感觉 然后心里想说 怎么可能鬼咧 所以这个judgment这张牌啊 他其实讲的 他逆位嘛 逆位 因为这个代表重生嘛 这个代表第二次的机会 他也代表的是 相信这个 应该是审判牌 这是 这是 这是那个 如果你是有 像就是 西洋教你 相信 在这张就是那个 耶稣他重新又复活的这张牌 这张牌 代表复活的意思 所以他逆位 就是你知道 你真的就不相信 不相信有这种事情 宇宙什么鬼 不相信 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有点排斥 所以这给你的建议就是 希望你不要去做一些排斥 你看这边也是一个 权杖七 就是一直在fight 你想要坚信你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sure 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 我要靠自己 什么神秘的力量啊 或什么的 就是鬼扯什么的 OK 你看这边是 还有一个圣杯四 就是 miss opportunity 就是一直在注意前面三个杯子 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旁边给你伸出来的这张 这双手 帮助你的手 或者是要给你机会的这个手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在抗拒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去 失掉一些机会 你反而 你只看到眼前的就说 我只相信眼见为凭嘛 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我不相信啊 或者是 或者你可能不是那么 那个 就比较不相信 抱着那种 真的假的那种心态 可是呢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太去fight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顺其自然 没有一定逼你要相信 但是你也不需要特别为了不相信而去 为了不相信而去故意去讲一些东西 或故意就是 我要证明一些东西 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你们讲的这些东西都不可能 或者是你是相信这些东西的 然后你也特别要去说服别人说 你要像我一样 你要跟我一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太注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反而会 反而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 或者是一个大的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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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picture ok 或者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真的反而就就miss掉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特别的去 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都无所谓 你顺其自然 ok 所以给你们的一个 建议比较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次的好运真的 就是比较是神秘的 你可能甚至没有看到实质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就是一些领悟 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预见 直觉的一些东西 所以真的不要悬一点啦 ok 我蛮好奇三号牌 如果真的选到三号牌的 可以留言在下面 回馈一下是 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ok 好那么我们来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 拜拜 好最后是四号牌组哦 你们选择的牌是这个 Wings of Light Becoming Something New 你们要变成一个 第一个我觉得是迎接新的东西啦 ok 第二个呢 是你们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你们会蜕变 你们可能会去抛开一些旧的自我 你们可能想要去迎接一个崭新的自己啦 或者是你真的是看清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看清楚一些事情有关 因为是Wings of Light Light嘛 灯光亮光 然后去迎向这样子的灯光亮光 right 然后去迎接一个新的自己 然后这边这张牌 哇塞 你们四好多哦 这边是42 这边是44哦 然后你们又选择四号牌 这边写的是Harvest harvest是这个收获 去丰收的意思 然后呢 下面写的是Gathering of Blessings 所以你们要丰收什么呢 很多很多很多的好运跟祝福 我抽这两张其实是问说这次的满愿呢 会给你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哦 那所以你们这次会收到非常会有丰收 大丰收 然后有非常多的好运 非常多的祝福 而且你们还会蜕变 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 OK 或者不见得是自己 你们有可能是你的事业 你想要转跑道啦 你想要做一个新的事情啦 或者新的学校啦 或者想要学一个 学一个什么新的才艺啊 right 这些都有可能哦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什么 哦 跟自己有关 但是反正你可能想要开始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尝试 OK 甚至我要去试一个新的食物 OK 新的国家 这些你可能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看到一些 我觉得也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还有去迎接一些这种亮光灯光 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给你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哦 第一张 哇 你们两张牌一起飞出来 两张十号牌 是不是都是要结束 两张结束跟新 迎接新的东西吗 Becoming something new 你知道这张牌哦 保健室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有一股就是 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right 可是你知道保健室它 第一个它是代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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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循环的最后结尾 而且这张牌 它虽然背后插了十只保健 可是它这个这个黑暗要退去了 黎明要出来了 所以它其实是很有 是很正面的一张牌 我觉得 就是虽然它有 它有不好的 但是它也代表 终于这些痛苦的东西要过去了 然后要去迎接新的东西 曙光来临了 所以也有这种重生的意思哦 然后这边我们刚才看到 最后一张牌是 其实它这两张牌 几乎同时间飞出来 但这张先飞后来才是这张 所以最后是出现了这个圣杯石 所以一切都会是没问题的 一切都会很好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圣杯石是在讲 家庭的部分 你可能你会终于知道 家人才是真正就是最支持你 最最就是真的是 家是避风港 harvest and blessings 我觉得你这个很多的这种祝福 跟这种好运啊 其实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家人 OK 或者是 如果是朋友的话 是真的就是你知道 非常要好的 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了 OK 如果你现在一直在担心 比如说你自己的家里面啦 或者是跟情人啦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你也是黑暗要过去了 然后迎接新的曙光 新的事情 然后其实你可能 呃 并没有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 应该这样讲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 而且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becoming something new 而且经过这些东西以后 你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然后还有这个 金币八 金币八是什么呢 代表要修理 OK 他这张牌当然也有是 追求完美啦 OK 去意志不停的研究啦 所以呃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这张牌给你的一个建议是 我觉得你要 努力 吃苦耐劳 你要深入研究 不要轻易放弃 OK 呃 还是可以 呃 当然 呃 要去当一个完美的人 很困难 但是你还是 想要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perfectionist right 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做完美主义者 但是我们要做到尽善尽美 right 然后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思是 呃 如果真的你现在面临到一些事情 呃 你可能真的觉得 哦天哪太糟糕了怎么办 我觉得好像事情没有什么的转环 可是呃 我觉得出现这三张牌哦 反而是说真的 你你去 它是还有救的 还可以修补的 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这么的糟糕 因为就我们刚才说这边是会有黎明要来临了嘛 然后呢 你其实如果你去努力的话 你去呃 嗯 它还有修复的机会 OK 还有修复的机会 还有补救的机会 只要两个人 或你只要所有的人 都愿意去 嗯 去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圣杯石 是你最后的这个嘛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它最后呢 就是这边 Lots of blessings 你们有非常多的好运 四号牌子 我觉得你们好运很多 而且你会慢慢稳定下来 四号的 四的这个 数字特别的多 OK 还有 如果你的十跟四发的不好的话 你的十其实可能也很像四 好 当然但十的话 其实数字学里面它就是一嘛 所以会有新的东西会进来 OK 所以 会有些新的契机 新的事情 可以去期待 OK Becoming something new 一切都还有 补救的机会 还有转环的机会 余地 好 这个就是给四号 旁一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